堅如盆石, 宅備有升 石破天驚 主持鄭雨石, 曹家超 歡迎回到8月4日的石破天驚教授 今個星期 萬眾竹目 將焦點放在奧運上 奧運呢 如果你看中國的國家隊 成績不錯 成績當然不錯 32個金牌 但作為東道主的日本 亦都不失禮 小友地 過往的奧運 中美俄三強頂立 今年俄羅斯不能以國家的名義 即是出戰 俄羅斯奧委會 但日本也很厲害 日本也是第一、第二 你只是說金牌 是呀, 特別是頭幾天 現在是第三 是呀 不過當然大家都知道 東道主呢 是有些好處的 對自己有利的項目 比如柔道 那些女子拳擊 那就加多些 聽說他們街板也很好 玩街板也多幾個獎牌 所以頭不頭又是威勢勢 現在似乎 保得住第三也不錯 除非俄羅斯和澳洲 急起直追 否則日本也有望保住第三 不過澳洲人口這麼少 能夠站穩第四 真的不錯 對, 澳洲的游泳也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說台拳道 就是游到台拳道 因為今年是奧運 日本是東道主 他可以自選一個項目 就是自己去做一個奧運項目 所以呢 這個台拳道 又變成奧運的項目 可能也有一個優勢 作為東道主 在主場之利 怎樣也有好處 港隊也很厲害 好了 今天就是 當然 雖然你說 這個禮拜 是進入奧運第二週 進入奧運第二週 其實你看到外交新聞 國際時事 這些東西 少有人提及 因為你看到 尤其是奧運場合 就是國族主義 其實就是大放異彩 或者是互相競技 一個很重要的場合 你看到國家隊 中國隊 其實有沒有因為 他現在獎牌榜 至少金牌榜 稍為領先一些 而得到世界的認同 好像也不太相符 那是否等同一個大外宣 幫自己省招牌的一個場合呢 這樣 這個也是 有少少 未必相符 其實說真的 運動 就是你說 成績是其次 最重要就是運動 就是那個體育精神 例如你說 你輸不輸得起 輸不輸得起 這件事 其實就是體育精神 裡面有一個 挺好的展現 其實是 如果你說 運動場以外來計 我們也有三樣東西 其實都要看回 究竟 中國是否輸得起 代表他自己本身 整個的 叫做民族主義 這個展現 其實都是一個 很好的事法 今個禮拜 就是我們想說三樣東西 其實比奧運更加嚴重的 就是其實你看到 今個禮拜 那些中資股 就連環爆煲 連環爆鑊 至少你說七月以來 只是說中資股 尤其是科技股 那個縮水 你看到它 三個主要的問題 其實你看到最主要就是 一開始 你馬的金服 你上市那裡捉招 去到近期 這些滴滴出行 即使在美國這邊上市都好 也都遭受到國家嚴打 是吧 因為你未問過國家 然後擅自去美國上市 就令到中央震路 你知道了 中央震路 就是不得了的 是吧 是吧 即使你 即使你 即這個七月 中國大型科技股的總市值 聽說蒸發了幾千億美金 是 所以中國國民一方面 就為金牌拍爛手掌 如果買了一些股票 特別買了科技股 教育股 教育股 教育培訓股 那些都很難拍爛手掌 因為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搞到美國的證監會 都要出手 美國的證監會就說 我要保障投資者 當然 於是我要收緊這些 中資概念股的上市 因為他們這樣搞法 透明度又低 時時受到政府行政干擾 投資者如果買了 最近買了一些科技股 即使買一些巨型藍籌的 好像騰訊 阿里巴巴都選手 那我作為證監會 要保障投資者利益 我們看到一方面就是 這個是政治局 日前開會 就說要強力監管 中資股在海外上市 但另一方面 中國證監會的態度很不同 中國證監會 他似乎有一點點打對台 他說 總之企業上市 我們就持開放態度 開放態度 我們會繼續跟美國的 證券交易委員會 保持溝通 大家相互諮詢 承諾要提升透明度 提升可預期性 老實說 中國證監會有什麼資格 去保證 提高透明度 提高可預期性 政治局一開會 證監會就走在一邊 因為中國的股民 其實都有一種態度 就說 中國股市 都是政治市 只要政策來到 就說 共產黨像太陽 照到那裡那裡量 照著你呢 你就一定大量大放光彩 不用去研究什麼的 盈利能力 長期的投資取向等等 只要國家政策照到 就行了 不過 相反來說 國家政策照不到 國家政策 國家政策要打擊你 你真是慘慘 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 因為 現在外匯的問題 你只是說 上市公司 中國的上市公司 尤其是銷售的 就是內需市場 你這個集資回來的外匯 其實你對國家的收入 就很重要 尤其是這個國家的 外匯來源來說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說 說滴滴出行也好 說這個 馬亞金服也好 現有的上市公司 因為現在 你看到就是 不僅是高科技公司 高科技公司 剛才我們提到 這兩間 滴滴出行 買的金服 已經上市的 騰訊 今天還好像 昨天就說 現在的黨媒 開聲就是 現在的 手遊 那些 網絡遊戲 網絡遊戲 又是毒瘤 又是精神鴉片 好像教協一樣 好像香港教協一樣 好像教協一樣 真是麻煩 偏偏這些 上市公司的概念 是在於什麼呢 現在你說要 供內稅 現在要搞內循環 大佬 你的內循環要搞得起 如果你的內循環搞得起的話 你才能在外面集資 然後生意才會越做越大 外循環 就是現在你如何透過內循環的概念 去美國集資 你外面可以有資金到來的時候 你的內循環才能做得起 國內、國外雙循環 國外、國內雙循環 外面拿到資金回來 外面的市 尤其是你將自己國內的民企做大做強 國內民企有民企的做大做強 國企有國企的做大做強 都很多時候 你都不能忽視 你在外國來集務 集到的資金 是給自己做大它 你 這個做大做強 就是很困難 是啊 當然 中國可以說 我有很多資金 事實上民間的資本 民間的資金很多 都沒有投資出路 放在銀行 銀行 大家都知道 息口很低 一定都是說 怎樣引導民間資本 能夠好好的投資 讓它有回報 所以 鼓勵這些大企業上市 不只是錢 當然能夠在海外吸引到資金 上市 是好事 一向中國的國策 就會說 只是這些大國企 在國內銀行借錢 是最重要的融資渠道 變成融資渠道很單一 應該去尋求不同的融資渠道 不同的融資渠道 在股市上市 發行新股 再加發股票 所以能夠爭取資金 像曹總理說 能夠在海外爭取到外資 更加重要 還有另外一個負責作用 就是 如果你在海外上市 在海外發行新股 你就要符合國際慣例 就是 convergence 就是符合國際慣例 證明中國的大企業 都是有 符合國際最重要的資本市場的要求 符合要求 於是 變成了這些國企 那個營業的架構 那個法理的架構 資本的結構 都是符合世界一流一水水 其實也是考驗 就是你要建立世界品牌 就一定要這樣 紐約 倫敦股票市場都接受你 可以自己的地方上市 同時買賣 證明你好獎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現在中國證監會 走出來就會說 喂 有得商量喔 我們 願意提高透明度喔 提高如其性喔 因為這個一直爭取過來 為中國 各大國企 大民企 你建立品牌的重要渠道 那現在 政治局一開會 又說要強力監管的時候 打到雞死狗走 以前做了一些功夫 是不是說不要呢 是不是說算數呢 而且你又給美國證監會 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 乘機提出來 喂 那你的企業行不行啊 那你就走來上市 國家一出聲 股市又大跌 我要保障我投資者利益喔 問題就在這裏 嗯 那個問題就在於 其實 就算你現在你講到美國 是吧 你知道呢 就是 中國的外交部啊 你整天一講美國的時候 就講一部份的政客 是吧 不懷好意 將中國就當成假想敵 這個就是你記得上個星期 這個謝鋒 就對 教訓 教訓呢 叫做美國副國務卿 副國務卿 副國務卿 就是 謝鋒 是啦 謝鋒的時候 Randy Sherman的時候 就在那裏教訓他 是吧 有些人 是吧 美國的部份政客 就把中國就當成假想敵 才搞到現在中美關係呢 就更難 這麼難搞 是吧 現在問題就是說 喂 你現在美國的證監會 就不是政客來的 你現在問題就是 因為你現在對中國的股票 即是那些 那些上市巨企 過度監管 正正就是因為 你因為他在美國上市 毛澤資金的時候 尤其是那些科技股 是吧 科網股 那些 即是在內地 尤其他自己掌握了很多大數據 這些 騰訊也好 滴滴出行 這些 他是覺得 不舒服 因為他將這些數據 可能會分享給這個證監 而事實上也很難怪 因為你美國 你美國去做IPO 那你要告訴別人 究竟你 你的討論是怎麼來的 你的市場討論是怎麼來的 究竟你自己國內 在中國 你搞中國內需 那你是不是要讓別人看到 究竟中國的消費力有多強 是吧 你要把全數出來給別人看 是啊 就是這樣 人家也有一套 reporting system 一套報數的制度 你連要交報告 連連要把你的帳本拿出來給別人看 那你上市也是這樣 人家也要保障市場公平運作 保障投資者利益 現在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這些企業 股價大上大落 又不透明 又不透明 怎樣保障投資者利益 投資者買了你的股票 真是蒙茶茶 突然間你就大倒 如果你買了最近的教育股 你真是慘 聽說的 新東方 很未來 那些 真是 一點都不是很未來 跌成六七成的也有 是啊 這些 新東方 很未來 因為他在國內是搞 教培行業的 即是被人進修 進修之源 又補習 那些 新生學子 可以在高考裡面考到好成績 其實除了幫他們補習 在高考裡面考到好成績 意外 亦都是令到這些學生 即是去出國 尤其是考IOS 考Tofo 公讀外國的這些公開示 其實都有一套一門工量 是給你公讀的 那如果你說 你博有資產的一些中產階級 就說想送自己的子女出國門 去進修的話 那本身呢 這條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其實是 即是有一個盲公竹幫你 那你給得起錢 那就幫你去補習 就是這樣 其實是 但是你對於中共來說 就不是 現在你看到他什麼都管 你不是說管高科技公司 他除了管高科技公司以外 亦都是管教培行業 說的理由 就是說 因為 現在你要促進三孩政策 令到 即是現在那些家庭 他要生孩子 要提供多些誘因 令到他們減負 就不要說有那麼多惡性競爭 令到他們不敢生孩子 但是問題就是 教育支出 往往 就算你說教育支出 多巨大都好 只不過是他生育裏面 其中一個考量因素 你只是說 喂 很簡單 你說收入上面 即是你是不是減稅上面 你不會做 為什麼你只是說教培上面 對那些家庭巨大的負擔 而不說他那個稅務上面的減負呢 是不是 那麼 有很多事情 為什麼你將所有的責任 就推向教培行業 然後就指責他們 就是 你現在有很多簡單化的建議 譬如說 生兒子送一百萬給你 就是 你養大個子女 成本很高 送一百萬 不過問題呢 困難就是這樣 你送一百萬 對於農村家庭來說 生個小孩有一百萬 這個當然是很大的 是 是 他真的很有有因 對於收入比較好的那些中產家庭 你給他一百萬生個小孩 他都要計算一條數 因為他要考慮到自己的事業 自己的時間 如果你要送一百萬 那就容易農村的生育率大大提升 對於大城市的中產階層的生育率 就沒有什麼 是 就沒有什麼改善 是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些問題也是 一些很簡單 就是一些 就是 或者是補片的社會問題 你要政治干預呢 就真的很不行 就像剛才你提到 這些補習天王式 在香港我們看到了 我們在過去幾十年 在台灣在日本都一樣看到的 因為入大學難 入大學難呢 現在當然 普通的入大學就不算難 但是你說要考北大清華 考那些醫科 考那些很熱門的科目 都是很難很難 加上現在是網絡時代 網絡時代 就不一定要跟補習天王 是面對面上課的 可以在網絡上課 加上你有一個十四億人口的大市場 嘩 所以這些補習 補習學校 真的很好賺的 除了考高考之外 還可以去美國 考SAT 考Tofo 那問題就是 你不是打擊這些行業 就解決問題 你一定要大學的資源 是比較公平分配 大家都容易入到理想的高水平的大學 也鼓勵學校 不要動 是依賴考試的成績 來修生 好像美國 通常 著名大學修生 就不只是看考試成績 不只是看Tofo SAT 通常就看你在學校 整個中學階段 你的成績 加上學校有沒有活動 有沒有學生會 領袖生 學生會主席 運動是不是很飆青 但你中國就害怕了 所有家長怕 如果你一看校內表現 是不是領袖生 等等 為什麼很多關係網出來 於是社會上的輿論 都覺得不要搞那麼多 又說要看他的在校成績 又說他是不是領袖生 那就真的不行 不如大家這樣 公公道道 公開考試 一致定終身 這個都跟政治文化 社會文化有關 大家不相信 要看一個學生 全人的發展 不願相信一次公開考試決定 這樣就公公道了 於是大家把這個一次公開考試 大家就死保習 去操練 於是就出現了這些 去補習天王式的大機構 賺不少錢 但是你現在只說要打擊這些機構 你沒有解決過那個根本的問題 如何使得大學資源更加普遍 更加公平分配 如何令到家長學校對於高中生的學業 各方面的圓人的得志體群 全面發展 你完全不說這些 總之就說 補習市場不行 我們要打擊它 這樣就出現了這些情況 但是你現在不只說這個教培問題 你教培問題 單方面去看 就是你想管好一點 就是想釋放生育能力 你單方面去看的話 你可以這樣解釋 但是我們看到短期內 你看到中央 不是只想管教培 而是想管數據 想管科技巨企 是跟外部連結零細密切 尤其是跟華爾街的連結零細密切 這些公司 管得很厲害 而事實上 你見到 喂 既然你去到美國上市 當然會有那個連結在 究竟你是不信任你自己的民企 國企號 還是不信任美國資本 但是問題就是 既要美國資金 又要不跟別人分享數據 沒有這樣的事情 你拿別人投資者的錢 你不可以不對別人投資者負責任 而問題就是 你現在 你的政策 朝令夕改 搞到 其實說真的 也不關現在這些公司的事 因為其實事實上 他們都是受害者 新東方受害者 滴滴出銀具 可能是受害者 然後你的內房股也是受害者 內房股也是 你那些三條紅線 你說標出來就標出來 你有沒有諮詢過 是吧 那這些又是沒有的 那你現在還要限制那些 大陸人去買樓 買房也要自己有買房證 大佬 有這樣的事 你上市的時候 你自己招股書 遇不遇見得到 你可不可以猜到國策是怎麼走的 你也猜不到 那大佬 你集資給你 也沒用 那這就是 為什麼一般股民 一般中國國民都覺得 你說投資股市 其實都是政治市 都是看國家的政策 你研究大企業的結構 潛力等等 沒什麼用的 國家的政策一出來就行了 於是 如果我知道國家有一個政策出台 我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都看得到 你現在就是 那有一些分析者 一些股票市場的分析者 指出比如說 阿里巴巴、騰訊 過去五年多 或更長的時間 它平均的資本回報率 其實是很高的 最近在政治市中 就跌了很多 反過來 相比起這個資本回報率 不是高的 但是國家看起的 國家重視的 做微晶片的 就是Microchip 那些中芯國際 華雄 就是彩虹的華雄 華雄 或者國家重視 讓它去發展這個電磁業的寧德時代 在這個大跌市中 就很行 但是 如果你說 就是照商業 經濟學員 你去看一下它的資本回報率 看它的前景 賺不賺錢 那就不行了 它的資本回報率是偏低的 但是在這個大跌市之中 它又很行 它升得很好 因為國家重視 就是共產黨 照到那裡那裡量 這種情況 大家就覺得 喂 這個是不是正常的市場呢 這個是不是跟這個市場規律 跟這個市場經濟規律 運作的市場呢 還是行政干預太多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又說 喜歡又不讓人上市 等等 那它 國內的企業 更加 只是討好奉迎這些當權者 就可以了 不需要搞好自己的運營結構 資本結構 不需要 都要符合國際的 資本市場的要求 喂 這樣就很難成為名牌的 這樣就很難成為名企業的 這樣就很難成為名企業的 那麼個個都關上門 在那裡玩這個權力遊戲 那當然你還有一種擔心 這些大民企 如果成為國際的重疑 成為國際的焦點 會不會公高震主呢 那似乎阿里巴巴的馬雲 就是一個例子 很多傳言 又說他捲入江派反對習近平的鬥爭 又說他經常去國際經濟論壇 發表言論 公高震主 搶鏡得太厲害 嘩 那你弄一下弄一下 就出現這種現象 不少大民企 大企業的有錢人 起碼把部分的資金 和家人送到外國 有理沒有理 我留下後路 那是怎樣經濟發展 現在你看到 因為正正就是 7月的大跌市 真的太誇張了 動搖到投資者的信心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前句後供 你這個新華社也好 證監的方星海也好 都急急出來打這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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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針 沒事 中國的經濟前景 依然良好 中國的經濟前景良好 問題就是 政治的穩定性 是不足夠的 政治不足夠 令政策招令直改 本身好地地都被你搞死 這件事很嚴重 人家現在就是質問你這件事 你現在才來派定深遠 已經太遲了 因為本身 你講政監 本身就不想跟你講政治 只是認錢不認人 只是認錢不認人 但是 你現在因為你這樣搞 搞到 你現在反而那些別有用心的 別有用心 小部分的政客 他們可以乘機 然後可以政治化整件事 你看看 中國也是麻煩的 中國也是政治史 中國也是對於投資者 是不負責任的 本身就是沒有透明性的 令到 反而你現在 是自分辨認識 你是令到 現在別人大條道理 跟你脫勾 本身 美國 你講川普時代 一早都說 你現在的 你現在的 你怎樣的盡職審查 要跟國內看齊 為什麼你中國來上市 不用跟我們交數 反而你自己國內上市 交數是否公平 現在就是提供了一個 子彈給別人 向你開伏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判 燒到來香港 聽說上個禮拜 香港最大的 市場交易的基金 負基金 最大的ETF 又說不讓美國人買 你真的 令到連香港 是不是跟國際 你這個 資本市場規律辦事 都受到打擊 是 那你需不需要 又要出榜安民呢 是 又需不需要 香港的證監會 又要出來 又要安撫一下 這樣 那這些 都是 因為你 就是 不跟市場經濟的規矩 辦運助 於是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就不要賴別人 變有用心 說來說去 現在誰在搞中國的股市 誰在搞中國在海外上市的重要大企業呢 外交環節 也不是 那麼 對 外交也是有外交的誤判 出了很多清單 人家都不太給面子 對 你看到 這個謝峰也好 就是 外交部的副外長 謝峰也好 接著 他就去到 他有一個 叫美國自己 糾正行為的清單 是吧 糾正行為 就是說 你怎麼把中國 當作假想敵 我們剛才也說過 台灣、新疆問題 那些事情 其實現在 你就要 不可以 就是 叫做 干涉中國的內政 是吧 所有事情都是美國錯了 就是中國對 是吧 那之後 臨走了一日 臨走了之後 Wendy Sherman 走了之後 那你見到 王毅又很霸氣 又提出三條底線 最好笑的就是 你提出三條底線 我們上個星期都說了 不可以挑戰 不可以抵毀 甚至是 顛覆這個 顛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你是抵毀都不行 即是說你都不給 是吧 什麼叫做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即是中國模式 抗疫 這些什麼 是不是說都不給呢 還有 不可以試圖 阻撓 甚至打擾 中國發展盡情 又要盡快取消 對華的實施 單方面制裁 第三就是 不可以侵犯中國國家的主權 是吧 這個 新疆問題 藏獨問題 和香港問題 都是反疆獨 反藏獨 反港獨 的大是大非 又不可以 允許任何國家 侵犯這個國家的主權 是吧 但問題就是 你自己說完這三條底線 除非 除非你中國是空有成竹 他覺得自己 是吧 這個 形勢 是大好 是吧 令到美國 不得不投降 即是你去列些底線出來 這樣才有意義的嘛 那好了 問題就是 你很快就見真章了 你列完底線出來 美國又真的很不給面子 坦白說 又是 是吧 你說西藏問題 布林肯 這個 國務卿的布林肯 在28日 就在印度 訪問 這個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 眾禽歐珠 是吧 講到明 其實 既然他見到這個流亡代表 即是不給你這個西藏 是吧 現在你說的 趙立堅在29日的時候 又呼籲美國要做到兩個停止 是不是 要信守對華承諾 這些什麼 是吧 你說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 他在28日的時候 他有這個 美國的軍艦 這個 本福德 有一個驅逐艦 驅逐艦 叫做BANFO 對了 BANFO 過了台灣海峽 過了台灣海峽 又踩你那條底線 然後你29日的時候 他有 人家有什麼 即是你見到解放軍 你又在這裏回應 又說你挑釁行徑 搞這搞路 是吧 即是又是 對你台灣也好 新疆 西藏問題也好 都是無事 你那幾條底線 你第三條底線 你說完之後 被人踩 是不是很沒面子 即是通常 在外交上 你要維持自己的專業 以及自己的 認受性的信任 你畫底線 就講得很清楚 是 好了 我畫了這條底線 你過了這條底線 我一定會有 很有力的反擊行動 你看死人家 不敢過你底線 你才過底線的 是 無端端非常輕挑 就是三條底線 過了兩天 人家都踩上你的底線 喂 那你把國家的尊嚴放在哪裡呢 就是這種是輕挑 輕率 毫無 毫不莊重的表現 真是失禮人 怎麼做外交的 是吧 大家記得 美國都不是沒有這樣的錯誤 譬如奧巴馬政府就說 如果聚里亞用化學武器 我就打 我就出兵了 結果人家用了化學武器 他都不出兵 就被人笑到臉都黃了 是啊 好了 你現在說了這麼多 三條底線 人家踩上了 喂 你現在就是 中國的外交部 趙立堅就說 呼籲對方 信守對華承諾 你提出底線 人家不守 踩上了 你就說 呼籲對方 要信守對華承諾 很弱計 接著這個 新任駐美大使秦剛 是 中美大門已經打開了 不會關上的 這個真的好笑 在這個環境下 你的底線 有多少價值啊 失禮啊 怎樣做外交啊 這個前句後句才好笑 就是連美國國會 眾議院 都真是挖你一巴掌啊 美國國會 有一個慣例的 就是在通過一些重要法案的時候 可以跨一些東西上去的 他們 美國政壇 叫做政壇市 是 那麼 眾議院就在這裏審議 這個國務院的撥款法案 這個莊院是給錢政府的 是 加一些東西 美國的行政部門 不能夠出錢 或者牽涉到 展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地圖 是 就是 口頭上 傳票通過 現在這個法案 就去了參議院 如果參議院通過 就被拜登簽 又踩你的體線 為什麼要參議院政壇呢 就是 國務院撥款法案 你想要批錢給他 而不是國務院怎麼做運作 所以通常是實過的 實過呢 就是加一些這樣的條款 理論上 這裏很難 因為不通過這些法案 拜登總統又不簽的 是 好了 如果這些法案通過 又是重重地刮你一巴掌啊 老實說 香港對中國的損失不會很大的 不過就是 不給面子 那你說這麼多底線 人家不給面子 那你算是什麼呢 怎麼做外交呢 你真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看到這些瘋狂的民族主義 根本就是自己沒有底線 自己去失禮人 自己呢 無端端畫了底線 被人踩線 那你又去呼籲別人 去順守對華承諾 那怎麼做外交呢 很弱雞啊 即是你大哥 如果你說完底線之後 你沒有反擊 你已經非常之示弱了 你還要秦江 你新任的駐美大使 接替崔天海的駐美大使 你去到華盛頓 別人不給你面子 別人也不派員去歡迎你 這樣下你面子 你還在自己自降身價 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 就不會關上這個時代潮流 大勢所趨 民心所向 喂 什麼叫民心所向 After 美國做了這麼多 踩你底線的行為 無視你底線 落你面的行為 你還在說 中美大門的關係 中美關係大門打開 還要民心所向 喂 大哥 情何以堪 如果中國十四億人民 當你之前王毅 謝鋒說的話 是真的話 你現在突然 還要把那個大門打開 喂 大哥 你究竟哪件事是真的 何前鋒而後攻 大哥 這個問題就是 似乎真是 滿清政府末期 那樣 講完大堆底線 別人踩了 然後你又說 大門打開 人家已經在很多小節上 就像你剛才曹董那樣說 大使到任 如果給面的話 就會是C局級的官員 C局級的官員 去機場迎接一下 表示歡迎 表示禮貌 那現在人家 擺明就是 在裡面 沒有人去接 那你就看到 在電視畫面也看到 自己下機 大使館 自己大使館有兩個人去接 其實場面相當冷清 甚至也見不到記者去訪問 大使到訪 有什麼鴻圖大計 怎樣改善中美關係 連這些場面也見不到 你還經常說底線 又說清單 真是 真是挺失禮人 這兩大誤判 好了 今晚的時間差不多了 教授 下個星期回來再見 是 OK 拜拜